APEC官方釋出最新名片 21个经济体中 台湾虽然以中华台北加入 但国旗不能少 依照字母排序 就在新加坡和主办国泰国的国旗中间 就连各经济体的现况 台湾的藩属地形也独立出来 展现台湾的经济地位 APEC领袖代表们下榻的饭店也跟着曝光 台湾领袖代表张忠谋抵达泰国之后 下套的饭店就在曼谷的雅典娜酒店 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 都在同一个地方 张忠谋入住的五星级酒店 距离APEC会场大约十二分钟车程 维安警力已经开始注定 记者光是拿手机拍影片就被制止 不知保护领袖们的隐私 也严格执行维安工作 而外界瞩目的中国选在这里 习近平阵仗更大 干脆封街 从巷口到门口就有三道关卡 泰国警方部署四百名警力 很多游客都被迫改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住在曼谷的文华东方酒店 而这被号称是全曼谷最顶级的五星级酒店 各国领袖和领袖代表 陆续在曼谷集结准备高峰会 泰国维安等级一个比一个高 也凸显对APAC的高度重视 三一新闻 郭宇轩轻易在泰国曼谷的采访报道